我们看到了刚才呢 就是2021年的欧洲年度风云车 进入最终雪显 七台车 观众朋友在你们心目中呢 这七个名单当中 你觉得谁聚冠军像呢 我们来听听专家 他们怎么样的预测 好我们先让观众朋友 可以看一下 你们选出来的 认为最聚冠军像 这次2021年 可以拿下欧洲年度风云车的 分别有 行男士Chicota的Aktavia 还有Rick是Volkswagen ID.3 然后ID.3竟然有两台 Toyota的Yaris 好我们先来听听Rick 你的见解 为什么觉得ID.3可以拿到冠军 刚刚艾达有帮我们介绍 就是ID.3的一个入围 对不对 那我个人觉得 以ID.3来讲 它比在国内市场 我们都还没看到 不过它其实在国外市场 欧美国家他们已经先行上市 而且听说销量不错 对就是因为卖的还不错 而且在即便是在瑞典这个国家 它是电动车普及率最高 全球电动车普及率最高的瑞典这个国家 它也只输了所谓的Tesla Model 3 一点点而已 基本上它一推出之后马上就造成 应该说北美市场的一个轰动 然后又在瑞典那边也紧咬着Model 3 所以它的潜力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棒 刚刚艾达有讲 你想要入主一个新世代新能源的车款 然后你的预算可能 又比较清明 又比较清明 然后你也不用觉得它会需要你太多操控 还是你需要去熟悉这个车 因为毕竟福斯是一个传统车厂起家的 所以它你在当你想要买一台纯电车的时候 你可能考虑Tesla 然后你可能要习惯Tesla一些东西 可是福斯不用 今天我可能欧洲车我可能都开过 欧洲人我可能都开过福斯的车 那我进去的时候它就是福斯的样子 但是只是它是纯电的一个车型而已 所以大家可能接受度 使用起来上手度可能会比较高 加上它清明的售价 所以我觉得它有可能会这样就脱颖而出 哦那这个是Rig的见解 大卉哥你为什么也有选择ID-3呢 我是觉得ID-3对不对 它代表是一个福斯新世代的一个来临 我们看过去福斯在国民车上面最早是Beatle Beatle卖了四五十年之后换Golf接手 Golf到走到今天也该是它交棒给下一个新能源车型 也就是ID-3的车型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因为Golf过去 它在1994年得到欧洲年度风云车之后 它在市场上它历代车型都大概就在 即便的入围大概都最多只能冲到第二名 所以我觉得到这一代的ID-3 因为它是全新的一个新世代 而且代表的是福斯另外卖向给新世代 我不管它卖得多还卖得少 但是都代表福斯在对下一个世代再做一个大一个转型 因此我觉得ID-3它的确是应该有资格可以获得年度风云车的一个奖项 是的 没错 其实大家都蛮看好这个电动车啊 可是艾达你怎么选Toyota的Yaris Toyota Yaris有什么不好吗 不是 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我这样看待 我这个我认为我不是预估所谓的欧洲年度风云车 是Yaris最具关键项 我觉得我是任性啦 任性 因为为什么呢 我觉得Yaris太强了 强到什么样的地步啊 强到欧洲的媒体都惧怕它 而且呢 我觉得像刚刚讲ID-3或者是510 不管这种电动车的类型 虽然它是代表世代的一个这个转换 但是我觉得电动车世代早已转换过来了 在特斯拉出现的那个moment 其实已经早已转换成特斯拉 所有的传统市场无不及其直追 要追上特斯拉 所以在这个时点点赶快把它转换成电动车 那电动车有没有拿过这个欧洲年度风云车 有 因为那个时代的创新 已经在两年前已经就达成了 休旅车 Sports SUV 纯电 就Jaguar的i-Pace 在那个年代已经拿过了年度的这个欧洲风云车 那我认为说 不管是510L或是ID-3也罢 所以我刚刚讲 它是所谓的这个传统车型转换的动能的方式 来去做的新创 而代表的是它品牌的转变 但不代表欧洲市场的转变 我觉得欧洲市场如果有这样的车型 成功的出了这么多的世代 然后呢竟然还可以获得年度风云车的这个欣赏 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什么 欧洲人欣赏这个车 这个车怎么讲 Toyota品质好嘛 又不会坏 而且呢你想想看 最后 我觉得Yaris衍生出来的车款 叫做 GR Yaris 那才叫厉害 我觉得这个比衍生出电动车还要厉害 因为它可以参加WRC的一个赛事 而且获得了 只要有贩售的市场好了 没有获得 这个一定是获得所有有贩售市场的这个 空前绝后的抢车状况 而且每一个车媒都为之疯狂 就是GR Yaris这部车 所以我觉得它很成功的创造出 不管是GR Yaris还是Yaris 都很成功的创造出这个话题 所以我选择这个Yaris呢 不管它会不会得到 我觉得是一个韧性 因为欧洲人其实很怕 把这个年度封银车放给了日本车 哦是这样子吗 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行男选择了 Shikoda的Octavia呢 其实这台车刚刚Rick有帮我们介绍过 它的一个新的地方在哪里 那其实我是有去研究一下 European Cup Year的评审的规则重点 还有他们的喜好 两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要有新创 第二个是要有 购清零吗 平易近人的CP值 所以我就把一些比较高价位先刷掉 那Shikoda其实观众应该都很了解 以我们台湾的VAG的集团来说 奥迪中间有福斯 再来有Shikoda 他们的品牌就是聪明的就懂 那骨子里其实用料的 这个基本架构都一样 然后各家有不同的细纹 那刚刚Rick讲了很多 Octavia这次新改款的一些重点 我觉得它就符合我刚刚讲的评审原则 它有一些新创那在内装的配备 然后我们实际也试到一些新的Shikoda 陆续到台湾的车 它的确有一些介面或是操控都是新创的 然后在动力新能源上 它虽然还没有纯EV的车 但是它除了汽材油之外 它在欧洲也有天然气 也有Mail Hybrid 48V的车型 我觉得它都符合某程度的新创 然后再来我觉得平易近人的价格 在欧洲当地它是非常 好像是国民车的定位 所以我觉得还蛮看好这台车 可以拿下今年的大奖 这样的分析还蛮合情合理的 可是我们刚才看到了 虽然这是最终的绝选名单 但是以我们台湾人的角度 我想观众朋友 刚才看到了初选的那29台当中 一定会觉得说 你心目中会觉得为什么这台呢 它没有进入最终的绝选呢 所以有一些遗珠之汉 可能在专家们的心中会觉得 哎呀如果这台车没有 真的没有进入最终的绝选 好可惜喔 像观众朋友就觉得 我觉得四系列BMW四系列 怎么会没有进入最终的绝选 它也有新创啊对不对 只是它的价格不是太亲民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专家们心中的遗珠之汉的车呢 是哪几款呢 OK 型男士KIA的SORRENTO 还有RIK是HONDAI的TSUN 冰式的S-CUS是大维哥 然后爱达的是HONDAI 来问一下RIK 为什么你觉得TSUN它是遗珠之汉 虽然说我们刚刚在那个绝选的名单里面 好像除了那个Yaris之外 好像没有看到其他的日系的日韩系的车款 对不对 对 所以我想说 当然我觉得HONDAI这个品牌 在近几年来上 也在欧美市场 北美市场 因为它的声量啊 包含着消费者的一个满意度等等 妥善率等等 其实都还不错 那新世代的图上呢 跟上一世代比起来 它又整个外形上面啊 整个内装的质感上面 设计的前卫感 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的到位 跟之前比起来 我觉得HONDAI是这样 它的设计呢 一直以来都会让人一看起来就很惊艳 然后每一代呢 基本上都是不相干的 你不会觉得跟上一代有什么太大的关联 那我觉得这也是符合刚刚经常讲到 那评审的规则就是 它有一些新创的东西在里面 比如说像那车头灯 它把水扬照跟日行灯结合在一起 如果日行灯关起来的时候 它就是水扬照 那打开的时候 你才知道日行灯在哪里 不然没打开你看不到日行灯 然后包含了一些新世代的 一些动力的科技啊 威油电系统 甚至Plug-in系统 在图上上面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加上它毕竟是一个 平价品牌的一个车型 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 说不定抵破团队的眼镜 让韩国车也有可能 有出走天的一天 也说不定 也有可能未来会有欧洲年度风云车 那大维哥 为什么你的遗珠吃汗是他呢 我觉得 可是他很贵呢 是很贵 的确刚刚在新南也介绍 讲了嘛 欧洲年度风云车 他们平时心里其实都一八次 贵的车子 大的车子 它基本上很不要选 更不要说欧洲市占率 最小的越野车 但是我会说 为什么这次S-Class是遗珠之汗 你看 像他们即便是这么大 这么贵的车子 但是还是要进入到 第一阶段的名单里面 为什么 因为这次的S-Class 实在进步实在太大了 你说这次W223 你说它并不是一个 尺码再加达一点 马力再加达一点 而是它多了很多 新奇的一些科技 甚至一些很高 过去我们很难在 高级豪华大车上出现 后轴转向 对宾式S-Class 它根本不需要 但是它也把这些东西放进去了 这些比较 这种比较难的 这种机械结构 或者是比较炫眼的一些 12.8寸那种大型的 那种一金一幕 它也放进去 OLED也放进去 整个内装到外形 更年轻化 没有阶级之分的那种设计 电动把手 这些都再再改变了 大家对德国豪华大车的印象 而我相信 这部车子将改变未来 豪华大车未来一个走向 因此我说这部车子 对 它不是没有机会 进入到前期名 它铁定是不会进入到 更不要说它会得到 欧洲年轻度风云车 但是这部车子 你只要不要把它纳入到 第一阶段里面选择那边 那就是大家可能忽略到它 真的 其实论新创论设计 S-Class的确是 它表现得非常的好 可是爱大 你怎么会选择Honda E呢 如果说任性不能只是一次 所以要任性到底 Honda E我觉得 510都能够进去决选名单 Honda E有哪一点输510呢 论论造型 论可爱 论技术 我觉得它都不输510 而且510算是500的 大改款的一个车型 对不对 那Honda E我觉得 这是横空出世啊 对不对 所以它能够 为什么这个 我觉得我说什么 欧洲人怕把这个车 年度风云车 搬给日本车 你看看Honda E 我刚介绍510的时候 我说什么 里面中央萤幕换上什么 10.25寸对不对 Honda E那一整排的好不好 对不对 它的整个充电 它的门把设系 它的灯号 你看它整个这个 里面内装 多么的正点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遗珠之汗 在我心目中呢 Honda E 会比510还要来得更好 对啊 没有进入这个 7抢1的这个名单当中 好可惜哦 然后所以我们看一下 那欧洲年度风云车 可能不会搬给日系 也不会搬给韩系嘛 所以呢 现在你选择了 KIA的SORRENTO 其实我们台湾市场 在去年底 总代理台湾生产美 也引进了NEW SORRENTO 我觉得 一般人看车 还是蛮肤浅 第一个看外观 我觉得NEW SORRENTO 就是他们现在KIA 新的虎鼻虎脸 实在太帅了 外观是太吸睛 我觉得是 已经可以吸引到 蛮多的消费者的目光 再来我实际试了 两三次这台车 也包含了长途 连续开了两三天 去试这台车 我才发现 哇 其实KIA的一些 不论是现在很依赖的 这个ADAS 它的DriveWise 一些很多的小细节 我觉得它真的不输一些 欧系的豪华品牌 比如我们常常讲 BIN423P BMW 这个Personal Co-Plan 我觉得它很多小细节 你实际去开过以后 你会发现 韩国车其实在一些 新创的科技 安全部分 不然它整个的动力 底盘 根本就你把眼睛蒙起来 你就会觉得 你在开一台欧洲的SUV 这是我觉得 移注之旱的原因